周盈决定从其他院里过去一个孩子继承他的亿万财产 看看他是如何选出继承人的 考官出考题 让各位小少爷呢 从一百两银子中啊 各拿出二十两 在一个小时之内将他们全部花完 还要花得起锁 几个孩子呢 拿了银子就开始分头行动了 三项比赛结果出来 而周盈也做出了最终的抉择 最后决定 让玉成 作为他的继承人 今天这个孩子明明是三项中比赛最差的 但是周盈为什么要选他呢 周盈之所以出题比花钱 就是因为他知道挣钱靠的是能力 花钱的方式 却能看出一个人的谋虐和手段 周盈如此高超的愚人之道 也让家族的富足延连超过三代 如果你也想像周盈一样 拥有如此高明的手段和看人的眼光 我推荐你呢 看看这本流传至今的谋虐学杠顶之作 速书 书中呢 有大量的经商内幕 做人之道 被奉为创业者必读的经典范例 但凡能够参透书中的一点道理 一定能够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面包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